中世纪著名的道德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 1411年左右生于意大利皮埃蒙特的基瓦索 1495年逝世于库内奥 安哲罗出生显赫 曾就学于伯洛尼亚大学 获教会法和罗马法博士学位 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30岁之时放弃政治生涯 转而加入方济各会 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德行 安哲罗迅速赢得了众多会友的信任 并四次当选为方济各会副会长 1480年 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 攻占了意大利的奥特朗托 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任命其担任教庭大使 从中斡旋 并发动对土耳其人的圣战宣传 1491年 教宗因诺森三世任命安哲罗前往皮埃蒙特和撒福伊地区 竭力阻止维尔多派异端的传播 安哲罗一生著述不多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便是眼前这部安哲罗全集 安哲罗全集主要为忏悔圣事而作 涉及忏悔圣事的方方面面 为告诫提供了重要指导 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忏悔》中的问询 为全书的索引 书前有说明文字 正文共分六百五十九个条目 按字母顺序排列 实为一部道德神学词典 字里行间 彰显了作者一以贯之的神学态度 不偏不倚而又庄重 并洋溢着作者对宗教的崇敬之情 为中世纪一部重要的神学著作 此书原名为《良心个案大权》 后依照其作者名简称为《安哲罗全集》 1486年5月13日 于基瓦所出版 四年威尼斯两次再版 此后几乎每年再版 流行程度可见一般 据统计 该书摇篮本时代 共计出版25次 至1520年为止 共有38种版本 流传于欧洲各个国家 其中 其中慕尼黑的皇家图书馆收藏最多 收录有25个版本 国家图书馆所藏来源于北塘图书馆旧藏 乃1492年 拉丁文《拉丁文威尼斯再版》 摇篮本 16.5 x 11.5厘米大小 羊皮精装 飞页有藏书者同笔题字 内容为本书版本及藏书信息 提名页上方 原有墨笔题记 已被涂黑 无法辨识 下方有一方北塘图书馆诸色藏书印 正文部分首字母位置留白 提名页以及书内正文四周 多处写满注记 此书保存状况上好 具有重要的文物和文献价值 2013年 与托马斯·阿奎纳的反异教大权 同期入选第四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名录号为11371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像 本来是一写的文献价值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像 本来是一写的文献价值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像 海珍贵古籍名录像